竟然是不动引天诀 观景台上已是一生四起 接引天地能量有不同的手法 不动引天诀就是其中的一种 却是最为危险也最为凶利的一种 但以此法打通的天地桥最为通畅不说 而且也最易在此过程中误道 唐杰在吴明师指点下冲击托凡 竟是上来就选择了最为凶险的不动引天诀 就连明夜空都不由佩服这小子的魄力 一场原本并不算太过惊险的冲击托凡之举 在唐杰这么接二连三的行为下 已是生生的演变成了冲击生死观 稍有不慎就是暴体而亡的命运 下一刻 随着唐杰入阵 就看天地间积蓄已久的能量突然轰隆隆 炸出一道强力的闪电 这闪电批出的同时 一道小型金色闪电已从云层中探出 对着唐杰飞去 唐杰也不抵抗 左手剑指上指 一道指锋禁止苍穹 元气针 打在那金色闪电上 击得电光炸现 这是剑指惊雷 以刺激之法加强能量 被激发的金色闪电 如利剑般当空披下 落至头顶时 周边接引法阵 闪耀出耀目的滑光 打在那金色闪电上 接着就见金色闪电 拉成一道金色能量洪流 已是顺着唐杰的头顶汇入 下一刻 唐杰身体陡然颤抖起来 禀神凝气 引导能量游变全身载入凌空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啊 完全是出于本能 谢风唐喊出声了 那一刻 他恨不得飞到唐杰身边去 对着他的耳朵大喊 这是冲击托凡的第一个关键点 药指在于借助能量洗键自身 效果类似于离经炼体 正是提升体质的时机 也是托凡修者的第一次本质变化 用于承纳后来更强力的冲击 谢风唐此刻只觉得是遗憾无比 若是此时能有辅助冲击托凡的丹药服下 可进一步加强吸纳的效果 无论提升还是安全都大有弊意 就在他汉意出声的时候 唐杰突然左手一拍 戒子袋中已飞出一个小瓶 一颗黄邓邓圆滚滚的丹药 已从瓶中飞出 悬浮于空中 那是什么 谢风唐一眼没能认出来 反倒是天涯海阁的和夫人 惊呼出声 和气破账单 一听到这名字 谢风唐等人立刻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苍山派赫赫有名的和气破账单 只是唐杰怎么会有这东西呢 大家一起看向天涯海阁的方向 此次大会 苍山派也有人过来 却是一位副掌门 只是看那副掌门一头雾水的表情 显然也是不知道唐杰从哪儿得来的 在知道是和气破账单后 谢风唐的表情非但没有轻松下来 反而是垂手遁胸 哎呦浪费啊 这真是浪费啊 的确是浪费 所谓和气破账单 顾名思义 就是兼具和气与破账双重功效 而在这两者之中又以破账为重 毕竟冲击托反 就是打通天地桥 现在唐杰这么早就使用 于和气一道效果极佳 这破账的作用便微乎其微了 接下来众人就看到 唐杰身上是金灰流转 那是能量缓转全身 改造体质的表现 只是一般人冲击托反 只是肤质略有荧光 像唐杰这般肤若流离 光耀透彻的现象却是少见 这却是离经的作用 虽然分身唐杰 没有了离经带来的强悍体质 但这体质本事上依然是唐杰 本身血肉铸成 因此也就秉承了唐杰肉身 无杂质的特点 再加上和气破账单的效果 再加上它用的不动引天绝 可以说获得最大程度的风险同时 也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利益 几乎是毫无保留的 接纳了能量贯体的效果 这一刻体质增强 好比洗了一次两万钱的离经浴 虽然比起本体依然是远远不如 却已是一次巨大的飞升 随着全身能量洗炼后 在法阵的作用下 这股金色洪流 开始向着唐杰凌空渗去 金银之色交辉 冲击托返最重要的时刻开始了 谢风唐摇撩头 哎可惜啊 可惜了那枚破账单呢 要是在这时候用就 他话没说完 就见瓶子中又是一颗 和气破账单飞出 入了唐杰的嘴 谢风唐的脸都抽了 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个时候 他算是彻底明白了 唐杰的准备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丰富 甚至于连使用的时机 都把握得妙道豪爹 仿佛他现在身边就有一位天心灵师 在随时随地指引他该怎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 唐杰手印变化着 大片的灵光从他的身体中冲刷而出 将他映得如一个光人 这光芒如此强烈 以至于那些上师们几乎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 一名托凡上师问身边的朋友 啊 这我托凡的时候身上的光辉好像没这么强啊 他朋友看了看他 轻蔑道 去 你托凡的时候有光吗 我没看着 在这耀日的光滑中 一道气柱从唐杰头顶冒出 直冲天际 所有人的心都随之颤抖起来 这是冲击托凡最重要的时刻 到了这一步 大家都知道 唐杰体内天地桥的开辟 已然是顺风顺水的完成了 虽说 在此过程中 本有好几处应当重点注意的事项 可现在看来 所有可能存在的麻烦都未发生 唐杰已经完成了体内接引 开拓与架设 接下来就是勾连天地 做到此点的难度 其实并不是太大 至少比起体内凌空的开辟不难 理论上 体内凌空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辟完成 就意味着 外部天地勾连也不会有问题 不过 这一步同时也关系到悟道 在修者体内 气机勾连天地之际 同时也是意识深入天地 领悟天地大道之际 至于能够领悟哪条道 那就看个人的了 有那天资横溢者 可以完整悟道 稍微差一些的 也可出窥门境 但是大部分人 却可能得其门而不入 最终 什么都没悟到 正因此 这体内架桥 是用时越短越好 而勾连天地 却是用时越长越好 时间越长 能够悟到的机会就越多 甚至悟到的内容也越多 可惜啊 要是再有核气破障单就好了 谢丰堂再度发出无奈的低探 核气破障单的第三作用 就是使气机更加深入 更为强大 从而 严连的时间更长 然后谢丰堂就看到 小瓶中一口气 飞出三颗丹药 落入堂杰的口中 谢丰堂哑然 半嗓才说了一句 我 我干你娘亲哪 狼牙伏地的天空 依然是一片光亮 出生的朝阳 被冲天的华光覆盖 显得有些暗淡 堂杰已由坐姿改为站姿 站在接引大阵中 站在鱼唇石上 面对朝阳 全身上下 升华着一股 无与伦比的强大气息 体内的凌空 如今已然大变样 下方 依然是那片浩瀚的领海 上方 却梳现了一片云层 云层中 矗立着一座金色宝塔 四周还缠绕着 大片的金色锁链 塔尖一直通向空中 从唐杰体内通向天际 通向看不见的尽头深处 这就是唐杰用那金色的能量塔 搭建的天地桥 每个人的天地桥 其实都是一次再创造的过程 由于其目的是勾连天地 调用天地能量 因此 绝大多数人 以最简单的通道形式 或许是准备工作和先天体质太好的缘故 唐杰西娜的金色能量超乎想象的多 使他有闲暇 完成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天地桥 通天塔 这通天塔的形状 还是他参考当年 托塔李天王的宝贝而成 至于四周的锁链 则是用来固定的 因为不知为何 他这股气机 一直向着天空延伸 直到现在还未见尽头 塔桥摇颤 使得唐杰不得不再用金色能量 分化出一些锁链来固定 这契机就是意识 一路延伸 冲破浮地 冲破护焰刚风 冲破七霞界 眼前是一片浩瀚星空 无数的光点在远方闪亮 更有无数华丽的宝光 在星海中荡漾沉浮 唐杰知道 这就是无银星海了 无银星海并非是虚幻的 而是真实的存在 位于无尽虚空的深处 当修者冲击托凡时 气机勾连天地 意识深入虚空 只要气脉足够长 就能够到达这里 以气息为所 沉浸意识于此地 就完成了 冲击托凡的最后一步 从此以后 无论身在何处 只要是有灵气的地方 都能够以自身力量 引动天地力量 使出真正威力庞大的法术 成为一个真正的修仙者 但无银星海并非天地桥的终点 若气脉足够 就可以继续延伸 在无银星海的深处 可以看到无数宝光璀璨 那是真正的宝光 是星海上亿年岁月 在天地伟丽的自然作用下 形成的神器 若是能意识沉于此地 运气好的话 很可能会锁住一宝 当将来成就达到一定程度 就可借宝力光滑为己用 若有幸能深入星海 还可能以此为路标 获得神器 然而 这里也不是天地桥的终点 区区凡物 就算是神兵也不能吸引唐杰的注意 意识随着契机继续前行 似是永不止步一般 直过了那片璀璨星海 眼前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 蒙蒙隆隆间 唐杰看到一个巨大的法轮影像 出现在自己眼前 古朴无华的表面 带着无尽的苍凉与久远 一股神秘庞大 充满威严的气息 更是凌驾其上 天道法轮 唐杰的心猛烈跳动起来 相比天道碑前的惊鸿一瞥 这次唐杰看得比上次更清楚 他看起来是如此巨大 笼罩了整个天地 仿佛整个宇宙都在他的囊括之中 照理想 这种层次的巨大浩瀚 早就不是肉眼所能观测到的 就像是身在山中 不可能观测到山之全景 但是唐杰偏偏就看到了 一方面感觉到了 这天道法轮的浩瀚伟大 一方面又清楚地看到 他的全貌 他就像是一个齿轮巨钟 在最外远是数不尽的齿轮 密密麻麻 中间部分则有十二根巨针 分别指向十二个方向 每个方向还各有一个字 却模模糊糊 看不清楚 而在最下方 是一个巨大的钟摆 连在天道法轮上 一下一下轻轻地晃着 令人诡异的是 那原本应当是最大 也看得最清楚的十二十针 唐杰看得最模糊 那原本最小 也最不应该被看清楚的周边齿轮 唐杰却看得最为清楚 他看到那些齿轮 哪里是齿轮呢 分明是无数烟雾 凝聚而成的黑色木刺 形成齿轮 密不其上 若是再看得仔细些 就会发现 这些烟雾 其实也是假的 它们是由无数 古朴自然 沉重凝炼的光 交织而成 这些光纹 像文字 又像图案 在空中飘舞 如锁链勾缠 每一个 都有着独特的存在意义 绝无重复 这便是道文 正是这些道文 构成了一条条天地间的道 形成了整个世界 道有天道 大道 小道之分 其中天道唯一 大道十二 小道无数 无论大道小道 皆依附于 这唯一的天道之上 天道不可恶 所谓的上物天道 其实都是夸张之言 真正能够领悟的 只有大道与小道 那些齿轮便是小道 十二十针便是大道 借助于周全的准备 丰厚的资源 和狼牙伏地的地理优势 唐杰的气息 雄魂到了冲破星海 得亏天道的地步 只要他集中全力 观摩任意一种道 细细参悟 就能领悟一门小道 至于领悟多少 就看他能参透多少道文了 此刻 唐杰的目光 在那无数小道上 只是停留了一下 便看向中央的十二大道 对他来说 那才是值得他追求的 他努力的 想靠得再近些 看得再清楚些 然而 这契机 却似乎再不肯前进半步 无论唐杰怎样催动 都是无用 最要命的是 契机还在减弱 缓缓向后退去 每一分耽误 都意味着唐杰悟道的时间变短 若是耽误得长了 可能就会从此失去良机 不 唐杰看着那远在 云深不知处的天道法轮 大声叫道 我在冲击托凡之前 就曾观天道法轮 领悟洞察 如今正是托凡 就更当上窥天机 领悟大道 这番话 呐喊于他的意识之中 震响于九天之上 就像是一根撞锤 砸在那天道法轮的举钟之上 下一刻 唐杰眉心树木缓缓现行 又是一道光滑 从唐杰身上泛起 笼罩了唐杰整个人 光滑如注 使外人再不可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